感謝主席 能不能請部長就背勳台 請嚴部長 首先我想在座各位好朋友媒體小姐都聽到剛才我們的秩序黨陳少將的一個說明了 這也是為什麼剛開始的時候 有委員說要視訊等等的時候有許多委員認為不妥的原因是因為 搞到最後就是在獵巫而已啦 搞到最後就是為了滿足某些委員的好奇心而已啊 所以有許多委員在程序發言過程當中講了一堆話 我們可以看到剛才的陳少將 他的內心是如此的激動 他講得非常清楚啊 他熱愛這個國家 航程當中任務當然是優先 他也根據他的專業判斷做這樣一個決定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我想我們的部長 還有我們所有國防部海軍司令部的人員 我覺得最後對他們的心理輔導還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部長這你要答應啊 是 我當然我想我們大家都有同感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我們部長一個問題 我就說 這個案子發生到現在為止啊 按照海軍檢討的方向啊 部長你自己認為齁 我的SOP這樣重做 有辦法解決這些可能的潛在問題嗎 有可能發現到說這些人 就會有所謂的武漢肺炎 會有可能會事先的預防掉嗎 當然從這次的一個事件 我們也感覺到應該採取很多一些強化的作為 包含 我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你剛才提的那些強化作為你認為啦 即便完成了這些強化作為 磐石劍上的染疫情形就可能被根絕就不會發生嗎 有風險 當然是有風險 還是會有風險嘛對不對 我看完了你們的SOP 跟你們的相關的資訊內容 我就在想啊 你即便你剛才的這些事情 你都非常完整的把它完成之後 磐石劍有沒有可能還是有染疫 還是有可能吧 衣冠或者臨檢小組 下你的回報過程當中 有可能就能夠說 發現說這個有可能嗎 部長你覺得咧 還是有風險 還是有風險還是有可能嘛 是不是這樣子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是 好 這裡面啊 是整個過程當中 許多人在質疑的事情啦 包括很多人提到 敦目艦隊同仁 他們在這過程當中的身體狀況 八卦你到底停靠帛琉 到底是哪一艘軍艦去停靠的 我們的同仁 上岸期間有沒有全程戴口罩 我來回答 然後之後 回訪台灣之後 在佐雲金港的六天隔離期間 有沒有人提早離間 航程時間 就診的人數跟人次 我為什麼特別把這種列出來原因 是因為這些是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的國防部啊 更正過的答案啊 更正過的一個訊息 尤其是我們的海軍副司令啊 也今天也來到現場齁 我也要請你再說明一下 這幾件事情裡面 事實上你都更正過 你的心情是如何 為什麼會有這些更正的狀況 法委員從上星期五 我們開始執行這個作業 其實我們那時候的心情就是希望儘快 釐清 把所有的事情儘快釐清 畢竟 這是一個 我們整個國家防疫的問題 海軍面臨這麼大的一個挑戰 我們更希望我們的處理 能夠快速正確透明 讓我們的疾管單位 能夠有一個 最好的一個方向去執行 事實上在這 剛才委員所提到的這些資訊裡面 我們可能表達的方式不是很正確 像我當天講了 無全程戴口罩 我到現在還在後悔 我跟委員真的報告 我也曾經擔任過遠航訓練支隊長 我知道要辦理這些活動 叫我們的舉拳隊打舉拳的時候 不戴著口罩 然後他們要空翻 他怎麼翻 其實我都知道 可是因為一句話 我造成我們海軍非常大的一個 在傷害 講真的傷害 就變成了一個引力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的一個資訊 沒有很清楚的表達 讓各位媒體或者所有的委員知悉 我們有責任 責無旁貸 但我也希望 我們社會大眾 委員 尤其委員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更與我們更多的支持 我們的官兵在海上 非常的辛苦 三十幾天 我參加過遠航支隊七次 這七次有各種的任務 有各種的狀況 有各種可能甚至 我們要面臨到一個官兵地 我們的弟兄可能回不來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們都要克服 這就是我們海軍要面對的 也是我們的責任 請各位再給我們支持 有關我們訊息錯誤的部分 尤其是我個人所表達的 願意再次跟各位說抱歉 我們願意承擔 但是也請各位 體諒我們支持我們 讓我們更有勇氣 更有國人的支持 繼續向前 謝謝各位 感謝部長跟我們的海軍副司令 這裡面是後來我研究一下 我們整個案子裡面 我們後來綜合大家的意見 就是在整個預防過失的強化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我再問一下部長 就是說 軍券準備的醫療防疫物資 在這次的整個過程當中 你認為還需不需要再加強 就醫療防護的物資的部分 海軍在艦上就有八類 那這八類是針對這次的防疫 我了解 所以你認為這是夠的嘛 對不對 好那第二個 兩體溫消毒的部分 你認為是夠不夠的 兩體溫 我們平時都在做 我知道 以海軍這次來講 你們認為夠還是不夠 我想他們都做 照這個規定應該是夠的 應該是夠的 是不是 其實我為什麼這樣講這個問題 軍艦的染疫在最近這幾件事情裡面 有美國的羅斯福號 還有法國的戴高樂號 我查了一下資料 這都跟台灣的軍艦一樣 都封閉式的船艙嘛 羅斯福號 他們大概5000個官兵 他們的染病最後發生大概14%左右 戴高樂號大概2000位官兵 他們的染病率52% 我們盆10號337位官兵 到目前為止算出來 結果染病率大概7%左右 所以看起來大概是 產生的帶緣的交叉感染的過程當中 我們船上的消毒跟定時的兩體溫 一定層次的抑制了 趴在船上的蔓延 所以雖然是有蔓延 但是比起羅斯福號 跟比起戴高樂號 我看起來我們的防疫 我們的這個蔓延的比例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 是沒有比這兩艘軍艦來的嚴重 也就是我剛剛問的第二個問題 我們的兩體溫消毒作業有沒有貫徹 我看起來是有在貫徹做 再來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醫官當下 對每個病人的判斷 以及船上的醫療小組 報給支隊長 這樣的足跡回報 報回劍指部的部分 部長或者海軍副司令 你們覺得這個部分 需不需要加強 在醫療人員跟主官足跡回報的部分 其實他是一個第一個認定 還有另外一個回報義務 其實我們將來的朝向的方向 你有什麼症狀 該回報通通回報 我們也可以協助做一個醫療的協處判斷 這樣子可以相雙方的 我為什麼這樣問的原因 是因為 照目前的理解 我們了解 整個船艦上有五位發燒 對不對 五位發燒 當然現在剛才我們的 陳道明少將講的是說 只有有一位回報 因為他認為那一位比較嚴重 他回報 另外四位認為輕微沒回報 那五位我想請教一下 後來我們的中央聯合疫情調查中心 在對他們重新做篩檢的時候 這五位有陽性反應嗎 跟委員報告 在第一次採檢的時候 到檢驗所第一次採檢的時候 都是陰性 可是後續在做所謂的血液的抗體量測的時候 五位中有三位是陽性 五位中有三位是陽性 所以你有可能是醫生沒有診斷出來嗎 有可能是這個狀況嗎 報委員我沒有那麼專業去判斷這個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涉及到醫生的判斷能力 醫生也有可能誤診 也有可能認為他是其他的病狀等等 都有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即便未來我們類似的第二艘軍艦 類似的狀況的時候 他可能是個感冒 醫生有沒有辦法及時就斷定說 他是一般的感冒 還是斷定說這有可能是武漢肺炎 有可能嗎 因為如果他沒辦法斷定的結果 那程序就是像現在一樣嗎 我們這一次來講的話 醫生他在判斷的時候 一定是他的專業 一定用他的專業來去判斷 沒錯 然後他專業判斷完之後 判斷完 他如果認為說 有這樣子的症候 有這樣子的症候 如果他如果說覺得這個症候 完全符合他的專業上面 所認定的這個武漢肺炎的所有症候的話 我相信他在海上 他不敢不報 OK 我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我們的聯檢小組有登船這個調查 我們的聯檢小組登船 重點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防疫的調查 還是還有包括其他的事項 跟委員報告他不只只有防疫 所以防疫是其中一項而已嗎 我們那邊的人員有軍法官 所以各式各樣的事務都有 不同的軍官負責 所有安全事務都會檢查 然後確認大家認為都沒問題 才能夠下船嘛 是的 好 當時負責醫療的部分有幾位 在哪裡 快快快快 快點啦 快點啦 盤石劍兩位嘛 盤石劍兩位 所以醫療的部分 上去盤石劍就是兩位就對了 是不是 對 是這樣子 那盤石劍上面有幾位醫護人員 醫官醫護人員 他那邊的醫官 那邊的醫官 有三位 然後原來船上的醫官 一位 所以加起來就是四位 合格的醫師 所以四位 就是四位加後來 我們聯檢小組的兩位 總共六位 醫療人員在負責審視的醫療狀況 是這樣子嗎 各位報告 四位是 四位是原船上的嘛 是 他要把原船上的這些的 那個病徵 或者曾經發生的一個病例 告訴另外兩位 來的人 然後他們聽了認為沒有問題 他們就同意嘛 也就是這六個都是醫療專業背景的人 一個是 被檢一個是檢查 我了解這六位都是醫療專業的人 沒錯吧 應該是嘛 他是 我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當下 我再確認一下 如果當下 聯檢小組認為 這一些 人員裡面 比如說發燒人員裡面 他認為有再確認的必要的話 那他會怎麼處理 是把其中幾位拉出來 把他的資料 再重新交給中央疫情中心呢 還是怎麼樣 如果當時 委員 您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來的那兩個人 對 他看到這個有問題 對 他比如說發現 這個有點嗅覺喪失的問題 也許有可能的病徵 的話 我認為 可能他需要更多的專業諮詢 我知道 那這個情況之下 都有可能說 他再請左營醫院 再過來看 再專業 再來評估 還是說直接 就是直接測他們是不是陰性或陽性 沒有沒有沒有 他還沒到那個階段 他沒有到那個階段 因為他沒有那麼多的採檢的這個 這個這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看起來 就軍方的角度來看 對於我們所有的軍艦上的同仁的做法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是 這兩體溫以及醫生的專業判斷 這兩件事情而已嘛 也就是說 醫生如果判斷的過程上認為 他可能不是武漢肺炎 體溫也沒有超過的話 他有可能 就是我們檢測中的漏網之魚嘛 沒錯吧 醫師的專業判斷 還有在 艦艇上面的醫療器材的 狀況之下 有可能就是專業 對他必須做這些 所以我這邊要請下部長 再確認一下 因為我們所有的軍艦 都是密封式的 密閉式的船艙 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 我們的軍艦成員在執行區 有可能類似的情形 國防部長要對這個特別的注意啊 是是 好不好 那最後不好意思主席 我再一個一分鐘就好了 這個 海軍複製你的報告前後寫錯了 你的報告的第一頁寫說 你總共訪問四個地方 和波流總共三個地方 你的這一頁寫報告取消兩個地方 那你能不能說 你本來原來的四個地方 是哪四個地方 原來是四個地方 那是哪四個地方 但是後續考量防疫的關係 取消了後面三處 後面三處 留下波流 那三處我們也不適合說 好 不適合說就不能說嘛 好那最後一個問題喔 目前這三艘軍艦 都停在我們的左營軍港嘛對不對 是不是現在目前 他還有在擔任戰備 還是解除戰備了 各位委員現在他就是 船上只有這個 維持裝備正常的人力 所以他整個就是 暫時停止他的戰備 解除他的戰備 尤其他的軍艦來 代為執行他的戰備任務就對了 是的 我們調整 謝謝 謝謝 謝謝